剛剛那畫面看 因為這是第二天的 然後就是謝國良 他去發他的這個文宣小本本 理由非常簡單 我就跟觀眾朋友直接報告 因為謝國良當了市長之後 把基隆到臺北的快車給恢復了 他就跟臺鐵爭取的 我基隆市長以後可不可以直接從基隆站 直接一站到南港 而站到臺北車站 是政機嘛 那你為什麼怕宣傳呢 你是基隆市市長 你應該帶著你的交通局長 你要 我這個我就覺得說 剛剛大佬在講就是 這個刑單隱之看起來氣勢弱 我的說法很清楚 我在我們節目中講過第三次 這個罷免是不容易過 理由就是科學的數據 謝國良拿到九萬六千票 罷免不敢七萬六千票 但七萬六千票那一次 就是他拿到九萬六千票 那一次的投票率是六成而已 對手是蔡世英 那六成投票率的時候 蔡世英拿多少票 他只拿到七萬一 所以當你已經能夠到六成 投票率的時候 民進黨的蔡世英只開出七萬一 可是他的罷免是七萬六 除非謝國良幹得很爛 基隆人都討厭他 你只要維持當時支持 你的人沒有出來投票 你根本就不會過 第二個 既然是你的政見 你就好好去宣導 有很多的國民黨的戰將 去基隆挺他 那個是反罷免 我是基隆市長 他叫小愛爸爸 因為他女兒叫小愛 他打造的是友愛城市 他所爭取的這個車 的加班車 他弄的那個風雨無阻 因為基隆下雨天多 所以基隆的那個市民 也比較容易有憂鬱 他有他有他有統計的東西 下雨下得多 雨都 所以他用室內的小朋友會去玩 不用 不用遇到風雨的 他就去看那個 他的那個兒童兒童樂園 去看這個車站的時候 帶著局長來 好好好跟基隆人講說 我做了什麼 然後到廟口去 不是去吃那個夜市嗎 以前一段時間根本沒有垃圾桶 現在又有垃圾桶了 問商家說 欸 現在滷肉飯生理有好嗎 頂篇做定屏是怎樣 他就好好做市政 自然就罷免不過啦 所以他今天反而 他自己應該也有有有防守防角 我到車站能不能發 所以他才一個人去 你你防守防角沒有用 鄭文廷剛剛已經跑去檢舉了 說他不能到車站 然後臺鐵的那個那個 那個助委檢就講說 那個鐵路檢查講說 我們會注意 下次再來我們把他趕走 何必呢 你去當市長去 你不要那個那個康哥 謝國良到車站去 不要帶那個文宣平 他就以市長身份來試打 對 他就看市民 基隆市民 你們到臺北去上班 辛苦了 基隆歡迎你們回來 基隆是你們的家 基隆是友愛城市 這才是政辦 他不要綁綁 包手綁腳了 我的基隆市長做什麼事 都不敢宣傳 這樣就好了 你剛剛講說基隆下雨 現在比以前好多了 現在因為有那個什麼 協和電廠 聽說有改善 那個那個空氣 溫度 小時候我在基隆 我在基隆跟著我的這個長輩 我每天喝水 我中秋很愛喝水 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喝水叫尿尿 那時候尿布都是要洗的 不是現在紫尿布 都是布的 那個家裡掛滿了我的尿布 大人就跟我拜託 我說很小嘛 一兩歲 不要喝那麼多歲 好不好 拚命喝 怎麼我要渴 我要喝水 搞死了 你為什麼兩歲還要用尿布 一歲多了 還是幾個月 反正 我想還在包的 反正一歲包尿布 反正就是基隆的雨 讓大人真的煩死了 尤其那個時候 每天下雨 每天下雨 就是這個樣子